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心病假和自主排班等28项 长龙鸡市则要求保障年休123天 还有恶劣天气飞不飞由机长决定 也喊出外站津贴增加到美金5元 共16项诉求要罢工争取权益 如果他们一起罢工的话 就对乘客很容易造成影响 会影响我们已经预定的一些计划 我们也要体谅他们也是服务大家 如果其实他的身体状况不够好 那当然这整个乘客 这是没有办法飞的 作为乘客也会觉过 是 我们会非常不安 机士要求改善过劳状况 否则飞安有疑虑 以台北飞多伦多航线来说 晚间6点40起飞 得提前一小时报到 这一飞就是14小时又15分钟 落地后整理工作还要一小时 飞航期间三名机师轮流休息 但最后一位机师 等于执勤大约11小时 才能稍作休息 去法规是过半门槛 都过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那我们可以合法取得罢工权 统计已经有700位华航长荣机师投票 距离截止日还有超过一周时间 工会认为有望过门槛 钥匙真罢工 预计一天影响大约180航班 3万名旅客 对此华航表示 判例性协商取代罢工 长荣不回应 机士真权益 罢工影响层面广 旅客也犹新 三首五星巨蟹说明 他我到 有点把 通路 每个人要 掌